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党内面临公投议题不同调 矛盾窘境朱主席要烦恼的还有两岸题 中共对台统战每年例行海峡论坛原本五月登场 却因为中国福建疫情扩大一言再言 传出时间点可能延到十二月落在一二一八公投前 若没拿捏好汉对岸的距离恐怕成为国民党拼公投一大阻碍 毕竟去年海峡论坛原定王金平率队前往 却因为央视的求和说临时喊咖 两岸海峡论坛会不会在公投前举办 那您是否担心对国民党的影响 目前这个时程最后的时程还没有定案 传出国台办希望依照惯例 由国民党副主席亲自部会 作为重建国共关系的起手势 被点名的夏立言认为疫情影响 往返需要隔离时间 不排除由党主席朱立伦 和中国政协主席汪洋进行视讯连线 我们觉得两岸多透过沟通对话 多透过交流 少一些冲突 少一些对抗 少一些误解 绝对是对两岸和平 安全繁荣有正面帮助 国民党两岸立场始终难以摆脱 红筒标签 若海峡论坛时间点在公投前 恐怕对蓝营带来冲击 朱立伦上任后第二站 想要过关面临重重考验 三连新闻成绩点 温文轩SNC小组 特别报道